是的 都升了這麼多 另外歐債方面略為舒緩 令到之前都跌得很厲害 匯控現在已經升上來70元 剛剛好有收報70.1 升了4% 隨著外圍的經濟好 歐洲那邊的情況有機會好轉 其實匯控是否都有動力向上 還是因為近來的利好消息才上一上 有機會是短期的利好消息 令到匯控的走勢有機會比較好 因為始終一些外圍 例如美國相等一些銀行 最近公布業績都是比較好 外圍的一些相關的金融機構做好 都令到匯控的走勢比較好 但可否維持到呢 其實如果真是放長一點去看的話 其實這次歐洲的一些金融機構 看到的問題就是資本 或者資金其實是不足夠的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問題 之後來講有甚麼會令到解決這個方案呢 第一可能有機會集資 也有機會減回自己的一些開支 例如現在很多都知道 比較會將自己的開支減慢 匯控之後都有機會 在資本上要提升 無論在一個開支上 一個公股上 或者有機會投資者最不想見到的了 就是減息這方面 有機會在這三個方面上 其中一方面下手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利淡的因素 所以無論匯控 或者一些國際的金融機構 有機會在未來 即是在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都面對這些問題 所以現階段來說 這個板塊或者匯控的走勢 中場線來講其實都未必說是這麼看好 因為都有很多隱憂在 是的 看完香港一些板塊之後 看看內地的內房股 因為內房股記得之前 就因為受著中央打壓的樓價 推出了措施 令到它都跌了很多 現在近來就有市場憧憬著 即將來中央可能會放鬆一些銀根 內房股又爬上來了 升幅也很多 今天有部份的板塊 升近一成那麼多 有部份的股份是升近一成那麼多 想問一下 其實內房現在適不適合高追 即追高追入去呢 它可以稍等回去才去買入 因為利好的因素都比較多 例如像在運動之前 也有機會就說會微調 然後近一輪也有市場 也說是一個駐建部一些的局長 其實也出來就說 如果全國一個住房信息系統 如果可以成立的話 甚至乎有機會之前大家最害怕的限購令 有機會全國取消 其實大家本身最擔心這個板塊就是資金問題 第二就是限購令本身的一個銷程有機會放慢 如果來說有機會銀根方面有個放鬆 或者是限購令有機會經過了全局系統化的話 即有機會成立 令到限購令取消 這兩個其實都是一個理好的因素 所以內房股有機會中長線的投資價值開始浮現 但首先你有提及 已經升了那麼多了 現價來說高追都未必說是那麼適合這個時機 所以都可以就不需要那麼心急著 等那個股價開始慢慢回調回來才買一些龍頭股份 相信風險也會沒有那麼高 是的 看看內銀股 雖然近來都經常說因為業績期 表現都有些好有些不好 好像中行那樣的業績是一般的 所以令到它這兩天都是跑輸大事的 今天都還未跌了 其他公行今天就公佈了業績 也OK的 第三季就升了27% 資本充足率都有一成以上 其實想問一些內銀股例 好像內房股之前 它是跌了很多的 情況都好像差不多 現在它又累積升了那麼多 而是否適宜高追它 如果說內銀股份 因為剛才你也有提及 很多的業績已經公佈了 其實已經是比較參差 所以當中可以提議投資者 當中找一些基本因素 以及今次的業績表現得比較好的股份 因為始終來說中行 其實它一些存貸 一些比率開始減慢 令到一些淨利息收入 真的有一個貨門 這些都是投資者最不想看到 因為盈利其實會減慢 反而公行、農行 這些例如借貸或存款 其實都未見到有一個貨門的跡象 無論是利息收入或非利息收入 其實都見到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上樣 當中農行甚至乎按規都有一個增長 這些其實都是比較值得 投資者衷敬到中長線的投資價值 那麼多的股份來說 有機會就是四大各有銀行 以回來說農行 公行和建行就會有一個投資價值 因為之前都見到 匯金都入市 就是入一個四大的各有銀行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一個 就是釋路 告訴大家 其實估值上都是比較吸引的了 有一個中長線的一個投資價值 所以現階段來說的話 都可以慢慢的去吸納 分著可以吸納回 四大各有銀行當中的農行 公行和建行 是的 好像農行那樣表現 都不錯 起碼追上來的招股價 之前都跌穿了 另外最後問一下 有甚麼板塊 值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近日開始可以留意 一些落後的籃籌股份 因為如果市房開始慢慢轉好 資金要入回來 有機會追碰一些籃籌股份 當中其實近日的一個推介 可以說是一個中信泰富 因為始終來講的話 它現在的估值 今年的預計算率大概五、六倍 其實估值上都是挺吸引的 好 麻煩桑爺 今天這麼詳盡的分析 今天我們就叫了 墨西哥串燒 以及荔枝的Marguerita 我們試一下吧 全燃 是